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三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收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外交关系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右翼媒体华盛顿时报的报道 在关闭了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后 媒体引述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透露 川普政府准备要求中国大幅减少派驻美国的外交人员 减到与美国派往中国的同等人数 主要理由是要减轻联邦调查局的负担 根据华盛顿时报报导引述官员指出 川普政府此举是为了减轻FBI现在针对中国调查的压力 FBI近几个月投注了两千多名干员来搜捕中国间谍和特工 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夫雷 在七月七日在美国保守排智库发表演讲时也表示 现在联邦调查局每十个小时就会开启一宗新的有关于中国的反间谍案件 他表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 报导还指出相关的做法预计将在本周正式宣布 有一位高层官员在宣布前的背景解释时表示 美方希望在八月底前能够做到与美国驻外人数与管道对等的标准 这位官员表示上周美国关闭中国的休斯顿领事馆 而中国则关闭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之际 美中官员在上周其实已经在协商 外交人数应该对等 中国在美国外交人员的确切数量并不知道 但是根据国务院最近的资料显示 有二百四十五位外交人员隶属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 除了已经被关闭的休斯顿领事馆 中国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还有芝加哥也有领事馆 美国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据信大概超过二百人 包括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以及在广州上海沈阳武汉还有被关掉的成都领事馆 这些机构中以武汉领事馆的人数最少 在北京的大使馆则是美国海外最大驻馆之一 包括来自国务院中央情报局FBI与商务部的人员 美方官员还表示大打减少中方驻美方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与中方本月拒绝让数十名先前在疫情最严峻时离境的美方外交人员返回有关 根据此前的消息双方的争执主要是对于疫情筛检还有隔离的要求问题上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在此前还曾经提到 目前FBI手上的情报案件一共有将近五千件 几乎一半都与中国有关 他还说中国的首要目标是从事与这次疫情有关的美国卫生照护机构 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制药与学术研究所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逝世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前总统李登辉从二月八日开始出现了咳嗽等情况 紧急送到当地医院 并且发现吸入性肺炎以及心脏衰竭 住院九天后突发了心脏休克 紧急使用了呼吸器 此后反复产生败血性休克以及器官衰竭 在今天正式过世 医院发布新闻稿指出 李登辉在二月八日晚间在家中进食时 如性出现了呛咳 呼吸困难 紧急送医就诊 发现有吸入性肺炎并且其他症状 后续出现了急性肾损伤 医疗团队全力救护 二月十七日傍晚李登辉坐在轮椅与病房活动时 突发了心脏休克 立即使用了紧急呼吸器 李登辉已经高龄九十八岁 本身又有多重慢性疾病 抵抗力比较弱 住院过程中反复感染 产生了败血性休克以及多重的器官衰竭 经过医疗团队的权力救治仍然没有办法挽救 于是在今天当地时间晚间七点二十四分过世 医院方面表示 李登辉家属对于医疗团队辛苦照顾 以及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等各界关心都表达诚挚感谢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商业大亨王健林相关的消息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万达酒店在上午公告出售芝加哥在建的大厦相关权益 坐价是二点七亿美元 而随着芝加哥大厦的出售 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的创办人王健林 已经把海外的地产资产全部卖出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 万达酒店这次出售的是位于美国芝加哥的Vista大厦 规划总建筑面积是十七点六万平方公尺 计划建成一座高三百五十公尺 地上有九十三层的五星级饭店 预计将有一百九十三间客房和高级公寓 而建成后将成为芝加哥的第三高建筑 成为芝加哥的新地标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万达旗下的公司拥有这块土地 并且正在完成这一项物业工程 而万达酒店在上部公告说在七月二十四日收市之后 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与买方订立协议 以代价二点七亿美元出售股东权益百分之九十 根据协议于六月三十日的公司间贷款 二点四亿美元将偿还卖方 预计这次出售将为万达酒店发展 带来九千四百万港元的收益 其实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就有消息说 万达计划将位于英国美国和澳洲的海外工程 以五十亿美元进行打包出售 到了二零一八年初 万达开始出售海外地产计划 先后出售了英国伦敦的万达股权 以及澳洲的两项地产 万达酒店在二零一八年时公告表示 美国芝加哥是万达在海外剩下的唯一物业工程 王健林曾经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日的万达年会上表示 万达要逐步清偿全部的海外有息负债 而这次随着重要芝加哥地标的出售 王健林也的确把海外地产全部卖出了 再来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政治有关消息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开会决定 将在十月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也就是我们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而会议将研究十四五规划 还有二零三五远景目标 根据报道除了上述内容外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 还包括中央政治局按照惯例向中央委员会进行工作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同时也是中国官方宣誓全面脱贫进入小康社会的一年 因此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五年执行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简称十五规划 需要在今年完成制定 并且研究如何防止脱贫民众重新返到贫困线之下 同时中国现在经济状况面临很大危险 原本就形势不佳 而在这次大流行后成长更趋缓慢 此外外资最近有撤离风潮 外部形势面临巨大压力 让中国官方也感到压力倍增 外界认为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可能会针对综合形势 提出应对之道 中国共产党的上一次中央全会 也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 是在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 当时的主题是研究兼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会中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并且部署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最后再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七月二十八日 在华盛顿举行了外长和防长的双部长磋商会 结束后召开了联合记者会 当时蓬佩奥多次提到中国 说现在不是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关乎世界各国选择自由还是民主 需要各国做出决定一起反对专制和独裁政权 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报道中则评价表示 蓬佩奥讲话不到三分钟 九次都提到了中国 一口气列出了一长串有关于中国犯下罪行的清单 ABC同时评价道 含蓄委婉似乎并不是蓬佩奥的风格 他一直引领着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攻击 表示执政的共产党是一个科学怪人大怪兽 并且呼吁民主政体联盟一起对抗中国的侵犯行为 而被问及蓬佩奥演讲时 澳大利亚的外长则表示 蓬佩奥的立场和澳大利亚的立场有所分别 但是我们对于中国的侵犯行为也十分关注 而中国外交部则对蓬佩奥多次表达不满 在七月二十八日王毅对中美关系发表看法时表示 美国有一部分政治势力处于政治考量 毫无道理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 丧失了国与国交往最起码的礼仪 面对横冲直撞蛮横无礼的美国 中国将予以坚定回应 他当时也特别提到了蓬佩奥多次发表对中国的演讲 说这是试图重新挑动意识形态对立 并且把世界引向新的冷战 王毅声称如果任由这种阴谋论得逞 不仅中美关系将陷入对抗深渊 世界也将陷入分裂危机 人类前途命运从此陷入危险境地 好吧 以上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好 感谢观看